金庸小说 奖励很多铁粉是非常伤心的吧 的确如此 在很多读者的少年时期 都是金庸老先生的一些武侠著作陪伴着的 因此 这个消息对于所有的粉丝来说 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但是咱们还是应该接受这样的情况的 因为不论我们再怎么悲伤 金庸老先生离开我们的事实都不会再改变了 咱们此时应该做的 就是好好将金庸老先生的著作保存下来 让他一直流传下去 让后辈们能够再次看得这么伟大 这么好看的武侠小说 那么说起金庸的作品 那可谓是每一部都有很多的粉丝 有人会说我喜欢射雕的豪情 也有人会说我喜欢神雕的柔情 还会有人会喜欢倚天屠龙记 其实不管大家偏爱哪一部小说 小 边想说的是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里面的每一部都是非常经典的 那么大家其实也都知道 每一部小说都有着不同的主人公 而小说中的主人公自然都是携带着光环的 所以自然会有很多读者 喜欢将不同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对比 当然了 金庸小说中的主角 主要还是有三个非常突出的 这三个人相信 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就是萧峰阳果还有郭靖 不过大家知道 这几个主人公在小说中都是非常厉害的 可以一个人支撑起全部的剧情 所以咱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谈他们 而是另一位不是很出名的主角 这位主角可谓是有不少的缺点了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位主角名字叫做张无忌 相信大家如果看过倚天屠龙记还是很熟悉的 说到张无忌 咱们就不得不提起他身上的几个缺点 那到底是哪些呢 咱们来好好数一数 首先咱们在他们一个人的时候 最开始提及的就是 这个人的性格 可以说一个人的性格 大体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 而说到张无忌的性格 相信也有很多的读者都有相同的感觉 那就是张无忌是非常犹豫的 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致命的缺点了 而第二点就是张无忌的感情方面了 他比较花心 不过其实这也不能算是他一个人的缺点 既然作为主角 那如果没有几个喜欢他的人 都不好意思说是主角了 他也是那种不知道该喜欢谁的那种 是周芷若还是朱尔 第三个缺点也比较严重 那就是他的责任感不是很重 这也是为什么要退出江湖的原因 不过咱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 也不能一直只盯着他的缺点看 要知道主角虽然有点缺点 但是优点还是更多的 张无忌有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聪明 这让他在学习武功的时候 要比常人容易很多 咱们在看小说的时候 如果留心一下 会发现张无忌会九门武功 那么咱们来细数一下 到底是哪九门 首先就是非常厉害的一门心法了 相信大家也都猜到了 那就是九阳神功 这门武功非常难学 但是张无忌只用了四年就学会了 第二就是乾坤大挪移 这门武功光看名字 其实就能猜到是什么样的 第三个要说的其实和第四是合在一起的 叫做太极拳剑 这招主要用的是一年 接下来说的第五招叫做圣火令神功 这门武功大家知道 其实是非常诡异的 第六个要说的就是七伤拳了 其实名字也非常有趣 七伤就是伤七个 第七个要说的是龙抓手 这套武功的最大优点是没有破绽 第八门武功叫做缩武功 这是不是很类似一个人躲在行李箱里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 是最厉害的一门武功 名字相信 其实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这门武功却从来没有被张无忌所使用过 那是什么呢 其实这门武功就是江湖上非常有名的降龙十八掌了 根据书中所说 当年正是因为黄山女从周紫若手中拿到了三本秘籍 然后转手将这三本书给了张无忌 要知道按照张无忌的智慧 想要学好降龙十八掌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吧 之所以说 降龙十八掌是最厉害的武功 就是因为是前小编所说的其他八种武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 而只有这招降龙十八掌没有任何的局限 只要将这门武功学一会 哪怕其他什么武功都不会都可以在江湖上与任何一位大侠相比较 而且绝对不会处于弱势状态 但是张无忌为什么不用 可能真的是个迷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